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看了挥达的题材 AI的题材 这一段我们谈谈挥达的本益比 今年挥达涨了240% 你因为股价贵吗 华尔街的多头说不贵不贵 上个礼拜公布的营收跟财测 市场预估今年挥达的营收 会比去年成长一倍 而且获利会成长四倍之多 所以华尔街的分析师 纷纷调升了在今年的获利预估 这么一条身 本来公布财报之前 本益比大概46倍 现在大概降到33倍 难怪说股价越涨 这本益比越低 真可以用本益比来看挥达的股价吗 会人我们请你上台来 为什么说挥达越涨越便宜 好 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如果就上个礼拜的话 应该大家都会听到说 挥达公告财报 需要利多出行利多出行利多出行 可是并没有这样发生 甚至它最新的股价 还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我们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第二季当然 挥达公布出来一个 135亿的美元的财报 非常非常亮丽 季增88% 然后年增的话101% 甚至在第三季的季度来说的话 其实黄文勋执行长 他有讲到说 160亿的这个营收的美元的部分 那年增是170% 所以这件事情就回归到说 假设从这样的一个 营收成长角度来说的话 明年的挥达的EPS很有可能去看十六块美元 那假设如果看十六块 十六块的话 如果以目前487 就会发生说 原来这个时间点的挥达 竟然只有大概30出头 被这个本益比的部分 所以这就变成说 那假设如果因为挥达而在创历史新高 因为本益比这么样的偏低 甚至成长动能是这样的明确的话 那会不会有他的一个雨露群瞻 甚至像是有没有因为挥达 他受限到所谓的COAS 产能不足的情况之下 却有一个这样的营收的成长动能 那这个问题在哪里 我们跟大家做一个快速的解密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个投影片 就是说如果就这个时间点的话 其实挥达他公布出来 这个最新的L40S这个晶片 然后是伺服器的这块 那跟过去的这个所谓的A100 跟H100去做一个比较的话 我们这里有一个密密麻麻这个数字 我们帮大家点几个重点就好了 来第一个重点 L40S它是用的是台积电4奈米 然后对应的这个当年的 这个所谓的A100的GPU的话 它用到的是一个台积电7奈米的制程 所以如果就这个中低规格来说 当然H100这是最高规 毫无庸置疑的 如果我们就L40跟所谓的A100 这来去做比较的话 L40竟然是比较用高规的这个奈米制程 然后再往下看下去的话 其实他们一通都用到叫PCIe的 第四代的这个所谓的通信协定 那这个通信协定 其实我们一般的电脑都已经是这个协定了 然后跟所谓的高规的这个NV-Link比起来的话 其实NV-Link它是因为 可以把这个所谓的GPU之间的一个传输速度 都可以更加快速的一个传输 OK 我们先讲一下L40S 就是降阶版的 这是降阶版 这是高阶版的 所以降阶版用到的制程 反而比这个A100更精细到4奈米 对 那原本来说的话 其实A100和H100都在美国的 对中国的禁令之内 所以是不可以消中国的 然后这个L40S的话 竟然用比较高规的这样子一个制程 可是它却很有可能突破美中的禁令 去消往中国大陆那边去 那原因就在后面这一块 因为它用的GPU这一块 其实它是用降 降速的一个GPU 那当然这个GDDR6跟所谓的HBM2E跟HBM3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 这个是2017年的规格 然后这个的话是2022年的规格 所以其实它用的是比较低规的 而且是降速的一个记忆体 所以它可以在所谓的制程 比较高的一个情境之下 却可以用一个比较低的记忆体 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就很有可能来规避美国 对中国的禁令 所以大家回到一个刚刚一个想法 就是说那如果市场都在 都在知道说所谓的COAX制程 它是目前才能是受限的 可是为什么回答的第三季的营收跟财报 却可以这样一个亮丽的表现 所以重点就在这一颗 所以简单来说这颗L40S 就是要专门提供给比较小参数的模型 做训练的 它的目的就是因为用比较低阶 但又比较先进的制程 就可以规避掉美国对中国的禁令 是这个很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这件事情突然又回归到 回答它的一个营收跟财报的表现 它很有可能高规的就卖北美 是 然后呢低规中低规的话 中国卖中国 它全都要吃了 所以带来它的第三季 甚至未来年度的一个营收财报的成长动能 所以重点就在这边 难怪在今天节目一开始 孙芳老师也一直在讲L40S L40S 好我们知道L40S就是回答 用来接下来要规避到美国的禁令 要出货给中国的 是 谁可能因此受惠 好回归到我们这个L40S这颗晶片 因为它其实如果就过往 所谓的高规像A100或者H100 这个伺服器的话 它几乎都是用一个准系统的形式 因为就是微创组装好了 广达组装好了 甚至美超微组装好了 再卖出去了 可是呢其实如果就L40S的话 他当初的设计的规格的话 是用传统的加速卡的形式的方式 也就是说过往的那个H100 它的那个晶片的话 基础是相砍在那个主机板上面的 可是呢L40的话 它是用所谓的加速卡 就是它是用L40插上去 然后呢什么卡插上去 什么卡插上去 然后把它组装成一个伺服器 然后可以把它卖出去 所以这件事情的话 就会回到说 大家印象如果还深刻的话 前一阵子像什么信滑啦 加折啦 然后像是建策啦 其实当AI伺服器这个族群 正在飙涨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落寞的 可是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如果导播方便帮我切 这三档的一个K线的话 会发现说 其实大盘竟然在所谓的八月份 在下跌一度下跌千点的过程之中 竟然信滑从这是八月嘛 来八月在这边 竟然可以从默默的从2000块 涨到现在目前的一个波段的高点 接近2600块这个位置 股王 目前的股王 是 没错 他当上股王咯 然后另外的话 我帮我们切一下3533的加折 也是一样 怎么会在大盘在修正的过程之中 跌破了700之后的话 现在已经快到900了 今天收盘收在881这边 那另外的话再帮我切一下 检测 对 是 检测 检测它是做均热片 所以它并没有跟上这一波 所谓的AI的水冷式这个散热的部分 所以我们发现说怎么也一模一样的 在所谓的8月1号这边建500块这个低点的时候 竟然在这一段时间默默涨上来到675块 今天收盘在677块 为什么 为什么 重点就在这边了 因为如果就所谓的L40S的这一颗晶片 或者就所谓的这个规格来说的话 它会让过去原本就是灰达的供应链 原本就是传统伺服器的供应链的话 这个时间点有售会到 因为之前它原本持不到高规的订单 可是这一次它如果降规了低规了回归到 比方说好了 加折 它要的一些事情是之前没有插槽 可是现在的话竟然有插槽了 或者像建策好了 之前是因为传统伺服器这一块 它受到AI的这个所谓的排挤的效果 可是如果这一次因为所谓的AI的伺服器 低规版的L40S这一块重新回来了 然后这些相关的公司的话 都很有机会原本之前吃不到的订单 甚至像是信化好了 他竟然有外资报告说 因为它切入到回达第三代的DPU 然后很有可能变成是一个加速卡 因为它是要插卡的方式 所以可以切入到这个加速卡 这个订单的部分 所以包含这三场个股 或者包含了像是传统的一些 所谓的回达供应链的 伺服器的一些相关零组件的公司 我觉得很有可能在这一次的秘密武器的 一个受惠的过程中 带来一些所谓的营收成长的效果 那我先问一下L40S 目前前进中国是现在进行是吗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的话 并还没有去做一个真正的 去做推出来去做销售 那大家都在猜说 他的策略是这样的 是那像刚刚前半段有讲到说 假设如果在9月13号 真的定出来说 那个什么AI论坛 这样子一个伺服器的规格的话 能够消往中国的话 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代表说 未来的一个成长动能来源 OK 好 所以的确这三档八月份 就已经跟台股的走势先背道而驰了 如果在接下来 L40S真的正式的宣示 我就是要规避美国的禁令 可以前进中国大陆的话 操作策略你会怎么建议 好 那假设如果就所谓的L40 真的能够突破的话 我们的选股的方向 我会建议从所谓的扩大产能 然后甚至叫做是从无到有 甚至像是传统的 就是挥达的伺服器的供应链去着手 那比方说我们刚刚看到前三档的话 像是信华 夹则 或像是建策的部分 我觉得很有机会 那另外的话呢 因为其实如果就整个 所谓的AI伺服器 甚至像是整个伺服器的 这个所谓的库存调整的过程 到了第四季 渐渐调整到尾身了 所以一般的传统的伺服器的库存的话 也有可能重新到 回来到所谓的成长的趋势 所以如果回归到我们刚刚前面所说到的 那假设如果因为L40S 或者就所谓的传统伺服器都调完的话 那不妨留意前面刚刚说的三档嘛 那另外的话我加上的是星星和华硕的部分 那为什么要挑这两档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星星 刚刚曙芳老师也有讲到说 因为就所谓的AI伺服器的这一块 它真的是都可以拿到 然后呢甚至像是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状况是 未来的一个星星 它是所谓的HPC 高速运算的一个最大的受惠者 因为它跟台积电那边的一个连结是紧密的 所以如果就星星的表现来说的话 我认为它会有受到所谓的L40的一个优惠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呢 华硕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叫做是从无到有 那因为其实回答他们在做新评的发表会的时候 华文勋执行长他说到了 其实这一波的首发名单 他把华硕 然后把技嘉 还有广达把它列入进来 那原本技嘉跟广达就已经是H100了 可是呢这一次的话 因为华硕他没有 并没有拿到那个H100那个订单 所以他如果因为H40从无到有的这件事情的话 就很有机会带来他的一个未来的成长动作 来我们来看一下华硕 今天收403块钱 华硕的股价其实最近震荡 但是算是盘间 今天回撤的10日均线 最近就在5日均线 10日均线震 怎么做操作建议 好因为我们这边有看到一个缺口 那这颗缺口的话 其实是华硕自己宣布出来说 我也要推AI伺服器 结果他就突然就跳上去了 可是跳上去之后 他真的还没有说过 因为可能到明年才有机会租货 但他震荡也守得很稳 是的 所以他在这边打出一个像是一个箱形的区间 然后好不容易在这边去做一个突破 这个突破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因为他例如要首发名单的一个现象 所以如果他能够守得住这个 就大概在接近399到400元 这个关卡的位置的话 就很有可能用整理的方式再上 因为其实华硕 我也很老实说 他其实也比较属于股性比较温和一点 因为过往他都是比较属于高质率的各国 所以如果能够因为这次切入到L40 甚至切入到AI伺服器的部分的话 他可以转型成为一些比较属于 把人青睐的这种所谓的 比较属于活泼的股票的话 就很有可能机会守住400再上 这样的一个现象 了解 好谢谢昆仁 请先回座了 所以今天第二段的AI 除了看看 挥达现在股价贵吗 重点是挥达 如果现在针对了高阶 针对了美国 有另外A100还有H100的晶片 但是怎么样突破美国的纪念 要进军到中国大陆L40S 会不会再接下来成为亮点 相关的个股还有操作策略 提供给你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稍后来要告诉你 明天过后新一度的MSCI调整 即将要正式生效了 今天节目当中讲了好几次的技嘉 技嘉在这次的调整当中 就有被纳入到全球指数成本股 但是纳入之后到现在 也涨过一波了 明天过后MSCI正式的生效 相当个股怎么动 休息一下 谢谢老师告诉你